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位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工 这一到夜晚竟然是个猖狂无比的盗墓贼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只有小学文化的他 却是道上叱咤风云的盗墓宗师 这位有着多起特大盗墓案的主犯贾生文 传言凡是被他瞧上的地方 这地下就绝对能探到墓葬 据说他更是随便一次 就可获利高达540万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牛的人物又是怎么落网的呢 在他的家中又秘密隐藏着 哪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呢 本期探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时间回到2016年的冬天 陕西城城县的村民郭老汉回家时 路过一片荒废的玉米地 突然被一声巨大的轰隆声吓了一跳 老汉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田里里晃动了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这老汉纳闷 这冰天雪地里的怎么会这么多人在这里 由于他十分好奇 所以就悄悄的走了过去 只见四五个大汉正在地里不停的挖土 这周围还散落着罗盘望远镜 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家伙事 这老汉察觉情况不太最近 于是就赶紧回到家中 将这个事告知了村长 不一会儿 这玉米地里就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然而这伙盗墓贼看到警察后 却并没有就此停手 反而仗着天黑看不清人 肆无忌惮的拿着洛阳铲 还把警察给打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林警才发现 原先通报说的只有四五个人 却没想到从盗洞里 竟然出来了二十多个盗墓贼 他们仗着人多是众 在事发之后逃之遥遥 这警方无奈之下 只能先对现场进行了勘察保护 随后就发现了 这伙盗墓贼匆忙逃窜时 遗留下了作案痕迹 只见地上赫然被挖出了两个大洞 周围散落的铲子 麻绳一粒的盗墓工具 同时考古专家们还发现 就在这两座墓穴的顶端 甚至还有被火药炸后的痕迹 那由此可以判断 这的确是一起性质恶劣的盗墓活动 并且对方还有可能是职业团伙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专家们的心里就已经凉了一大半 这墓穴里的文武 估计已经被掠夺一空了 尽管这样 工作人员们还是选择 对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绝不放过丝毫细节 终于在墓室过道里 发现了一些残存的玉石和青铜器碎片 经过专家推断 他们居然都是商周时期的文武 这原本随便拎出来都是国宝级的珍品 如今却被破坏成了残渣碎片 不由得让专家们感到十分的痛惜 再加上被盗斗的文武更是无比的重视 于是上级就连夜成立了专案组 后来根据警方在盗洞周围的勘察发现 一个塑料袋上的信息 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当即他们就迅速锁定了一家旅馆 后据旅馆的老板反映 原来在前几天确实有一伙人 行动十分奇怪 总是到了晚上就一起离开 直到天亮才会回来 那他们会不会就是警方要找到那伙盗墓贼呢 这是一群史上最猖狂的盗墓贼 在被发现后竟然敢公开反抗民警 甚至扬言自己打的就是警察 他们为什么敢如此狂妄呢 而一片小小的玉米地里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魅力 竟会引来多个盗墓团伙 不惜拼命抢夺 那他们又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古墓的呢 2016年 近南古玩界爆发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只因为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古玩文物 而这一动静随即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沿着搜查到的线索 警方迅速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并将其抓获 这位看起来老实憨厚的男人名叫李怀亮 在被抓住以后 他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盗墓的过程 当当被问到有没有打了警察的时候 他却矢口否认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群盗墓贼还不止一伙人吗 这个青年壮汉此事竟还有一些委屈 大喊自己冤枉 他说自己只是个小弟 平时跟着别人的后头碰口饭吃 只管来活了挖东西就行 那至于挖出来东西是什么 一点都不知道 只知道上头的人挺大方 跟着挖一次墓就能拿到20万 同时他还交代 原来在那天夜里 对大墓虎视眈眈的足有三五拨人 这听起来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哪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伙大墓贼偏偏为何就在这碗聚集到一起呢 还有那些在古墓上方发现的火药痕迹 又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带头炸古墓 而这些火药又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很快李怀亮的上家就被警方抓获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这些问题 李怀亮的上家同样矢口否认 他称自己确实派过两拨人去盗墓 但是绝对没有做过炸墓这回事 毕竟他们连上哪去弄火药都不知道 眼见查到的线索就要断掉了 于是警方就换个方向继续追问 他们究竟是怎么知道这里埋着古墓的呢 一听到这个问题 被抓获的盗墓贼竟然回答都十分一致 都说这道上的人谁没听说过假大师的名号 当年他单枪匹马下墓里挖出来一堆稀释珍宝 甚至他都不用借助仪器 只用眼睛一瞧就知道哪里有墓 而且从无败戒 从此扬名业界 甚至很多人都尊重他为假大师 于是就有盗墓贼 只要听他一说哪里有墓 就会马不停蹄的急忙赶来 这说到底就是想跟着这位大师后面捡捡漏 只是没想到这漏子结果没捡到 倒是把自己给送了进去 那这位传闻中的假大师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农民宫殊逐风水古籍 自学成才 疯狂盗掘商周大墓 甚至还专挑专家找不到的墓穴下手 半年内就挖出400余件国宝 这每每作案都能获利500多万 那么问题来了 如此厉害的盗墓贼究竟是怎么落网的呢 而那些国宝级的文物最终又流露到哪里了呢 当警方拿着拘捕令找到这位假大师的时候 眼前却是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 这个在业界如大神级别的盗墓宗师 竟然还是个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 这老实巴交的样子 无论怎么看 都让人无法和盗墓界 那个叱咤风云的大师联系在一起 然而警方刚把假神文压回到局子 没成想 他就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就在不久前 他就和另一个盗墓头头为新胜联手 从商周古墓里盗走了27件青铜器 随后转手一卖 就轻松赚了几百万 若不是假神文自己爆料 这警方怎么也想不到 原来在陕西地下竟然还盘踞着 这样一条黑色产业 如假神文这一类的盗墓贼 会根据古籍记载 罗盘推演 伙同卫新胜这些专门挖墓的人在一起 专条考古专家 遗失的墓穴下手 甚至不惜使用极端的方法炸开古墓 这真是让人不羁疑惑 仅有小学文凭的假神文 又是打哪学到了这么大的本事呢 据他本人描述 他从小就对记载风水秘书的书记 很感兴趣 看得多了 慢慢就自己钻研出了一些门道 加上或许在这方面确实有些天赋 他不仅对各处山砖地势了如指掌 甚至还不需要罗盘这些辅助工具 只要在高处目测一下 就能准确知道哪片地下游墓 而且找出来的还都是高等级墓葬 可为什么他们这般大张旗鼓的盗墓手段 却从未引起他人的怀疑呢 根据他本人的回答 原来这群人虽然在掘墓时手法野蛮 但在善后处理上却做得十分细致 就拿玉米地的古墓来说 他们到目前会先把玉米拼到旁边 等结束后再把玉米给栽回去 甚至为了防止玉米死后 让村民怀疑 还会给栽好的玉米浇浇水 就连填好了洞口 也不忘撒上菜子和野花种子 实在是仅剩到了极点 接着重头戏就来了 那些被盗走的青铜文物 最终都去了哪里呢 警方根据贾生文的交代 在他的院子里找到了一些 因为价格没弹笼 而被暂时搁着在地窖的青铜器 一共有九件 而且渐渐都堪称极品 特别是其中一件青铜斩 从造型和上面精致的纹样来看 正是典型的西州时期的器皿 但是有学者们却发现了 按照商周的理智来说 像这样的器皿一般都是成对学葬的 但为何这里只有一只呢 难道是贾生文要耍点其他小聪明吗 而面对警方的质文 贾生文知道自己的心思白露 只得无奈说出了其他文物的下落 随后在他亲戚的院子里 又挖出了大量的青铜器 其中就有和先前那个成对的青铜斩 至此这个在考古界轰动一时的盗墓大案 才算圆满结束 随着盗墓团伙的纷纷落网 警方又追缴到了各类珍贵文物高达400多件 对于当初带头打警察的盗墓贼 也被揪了出来 而在最开始 这是所有人都无法想到的事情 一场隐秘的盗墓活动被意外发现后 竟然能牵连出众多的盗墓团伙 一个平时老实芭蕉的工地汉 却是隐藏在民间的盗墓大师 那么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到评论区的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的视频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看探长我们下期再见